剛好隨便揭開了 有什麼理由是不能貼 還是有些膠水有些問題 看看牆壁 這個牆壁是做什麼的呢? 今天來到一個位於新浦江的Studio單位 現在是什麼都沒有 這次有一個老師找我幫忙改造 因為他來這裡就會變成二次奉獎 就是開一間畫室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改造畫室 要看從0到100點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現場運用的情況 很多東西要齊 還有我們今天要把地板換掉 因為這個地板太搞笑了 或者就這樣就揭起了 已經砌好這個牆壁了 然後呢我就要揭起一下 這樣子 很不得的 就由這邊開始鋪 鋪到這邊 再鋪到這邊 準備四季 比較退避 今天有一期 我們待會兒 然後再把地板螢脂 就用來理解這個 我们已经去到最后的阶段了 你跟那个阿弥的模板都搅拌了 说到收睹 每次都看到家周围散落的头发真的很困扰 话说前派有观众在我里留言 说看到我的头发顶开始少头发 我都开始害怕了 始终平时压力大或者随着连练的增长 都会有头发问题的 我的头发是比较扁撻的 会显得臉很大 加上我流长了头发之后 更加明显是看到多了头发了 为了解决头发问题 我最近开始用女的极深润克防脱发系列 它是韩国No.1的洗发品牌 用了古发韩方预防吊发 主要是改善明显的脱发问题 现在每晚我都会用女的极深润克防脱发洗发液 和极深润克防脱发护发精华素清洁 它有高濃縮寒心精华 帮助我阵症和滋养头皮 更改善到我本身有些干旱无粗的头发 更加重要的是 它添加了灵脂和荷手污等护发成分 它可以激活和强印发根 而且每天都可以用在头皮和发丝填 洗完头轻轻吹干之后 就可以用它们的防脱小中瓶 极深润克防脱发护发精华 成分天然温和 没有有害化学物质 它碎取了全脂的韩国人心 孕婦和暴雨妈妈都适用的 经临床测试实证 使用产品7日后就有效减少掉发 我自己用完都明显看到脱小了头发 而且发根的位置是强印健康了 我很喜欢它的瓶嘴设计 小小过又方便 而且它可以用来按摩 只要将精华液由头顶开始 向下塗在分界位置 每天用一格 慢慢将一格分量的精华液 塗满整个头皮 特别是头发比较薄和小的位置 用瓶嘴用Z字形 由上而下按摩头皮 之后再用手掌按摩头顶 彻底给精华液吸收 而且它是免充水配方 水感滲透 塗下去会有少少凉浸浸 很舒服的 每天一次每次3分钟 就可以养成头皮护养习惯 適合我这些涉型的女性 现在头发比以前蜂型了 看起来臉也小一点 其实我妈妈也有相关脱发的问题 因为美国是硬水 她经常跟我说 洗完头是超干的 头发又会打卡 所以接下来12月 说回美国一定会买一套品 给妈妈在美国用 而且她们偶尔都会有做优惠 很划算 现在去description box 用我promotion 还有15元的优惠 快点买来试一下 欢迎来到Susanna的画室 话说我也是第一次去改造画室 我生平也是第一次走入她一间画室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了解一间画室 需要什么呢 也很感谢Susanna 邀请我去改造她人生属于第一个自己的画室 我来到这个圆关区 大家都记得我之前的影片 应该展示过给你们看 我们是把这些地板全部换了 之前的地板是有骯髒 然后就这样就能夾起 我现在就全部换了一些TVC的木地板 我们也是清干两个地板 就这样就粘上去 因为始终这里都是租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还原回来 我们也是用一些贴的方法 等它之后如果万一要还原 也是很方便的 你就这样夾起它 然后铺起原本的地板就可以了 那这个圆关区 我都建议是 来到这个位置 就已经要脱鞋了 因为进来可能有小朋友 有大人来这里上堂 我希望里面的环境 都是给她一个女生来说容易清洁的 在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落层区 让他们小朋友脱了鞋 然后旁边就已经有个鞋柜了 那我们这些鞋 因为外面都是有一条走廊 就不方便 放好很多鞋 外面可能会阻止人的 所以小朋友 或者这里学生的鞋 都会放在这个鞋柜里面 而且今次的主要颜色 都帮她选了浅色的模式 因为Suzanna也有说 其实她不知道自己 是喜欢什么颜色的空间 所以她只想选几点 明亮点 适合她的logo 她的logo 就是这里了 已经是大大的鞋 上框来做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 这些浅蓝色的 浅蓝色加白色 那么新鞋的感觉 我觉得配一些浅色系的木 原木色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次 无论地板 或者其他atom 很多都是帮她用了浅墨色 加上她的墙 你看到她本身是墙子 她是一个比较奶油的黄色 我觉得这几样颜色加上 看上去都会有一种很舒服 很顺眼的感觉 在桌面 除了放了她的大的logo 外 还有一个 喝水机 我上次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因为我帮她做完 她隔了一个星期 就开张了 又添置了不同的item 她自己也有佈置了 一个画室 当然有很多杂物 又要修画 又要修画版 究竟她平时的东西 最后的放在哪里呢 就是在后面的这个杂物架 这个杂物架 在某些杂素的家里都有用的 如果你一个空间又比较小的话 你又想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架 可以充满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看 通通的地面 大家看下 你看看多少个画板 然后还配置了一些白色的兜兜 让她可以好好地分类她要的画画工具 虽然我对画画的认识不是很深 但是她也有讲解了 告诉我她有什么需要放在这里 而且有时候有些维菌 然后有些硬料都可以放在这里 刚刚我们有说过 如果她要更换以前的地板 怎么办呢 下面 上次最糟糕的地板就在这里 我们就一个年拉起她 就不用看到她的地板了 而且小朋友进来 就会顺着这一条L型的路 就可以进去这个货室了 在货室之前 她也有一个接待的桌子 这个接待桌子是呈一个L型的形状 因为她本身这里不是突出来的 我觉得在突出来这个位置 刚刚可以承接着她突出来的位置 再突出来一个L型 就帮她弄了一个 欢迎光临的接待桌子 基本上她会在这里做的东西 就是会收银 可能会介绍 拿一些传单给小朋友 派一堂 可能在这里都会用一下电脑 但用电脑的次数可能都不时太多 所以她就不需要太长的桌面 但如果有些朋友 需要久在这里做东西的话 你可以长多一点都可以 但现在我们就想多些空间 给个画室让小朋友走动 选择了一个奶油色通的一个配色 也是浅绿色 我当时砌 我也觉得自己砌了这个 也是很厉害的 第一次砌出一个桌子 旁边的一只也是有櫃桶 有锁 可以锁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下面也有一个櫃 可以让她放在自己的袋子 都要见人的 所以我们尽量保持Clean 分开区域 全单区还是全单区 食区还是食区 那就最漂亮 这个是我上次看不到的 因为她已经开了一张 所以恭喜她 如果小朋友 可以在这个位置打卡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我走过去 哇 这个就是画室的全面貌 当初我在想画室的时候 想要一个矮桌的区域 以及一个高桌的区域 因为小朋友可能她的收生 都是一些3-12岁的小朋友都有的 小朋友就会在夏年这个区域去画画 那些成人或者妈妈来等她的话 都可以在他旁边一个高桌 去做一个等候区 或者有些大人班都可以在后面上桌 那我们先说小朋友区域 这个设定是超Q的 那我也有问了她 是需要同时有多少人在这张桌上进行画画的 为了令到她之后更加flexible 我就选了一个 于是这里是一个正方形的桌 然后你看到好像一个桌圆形 但其实它是可以分开 是的 你就会看到一个是半圆 如果这个半圆 再加这个半圆 加上就是一个圆形的 所以又可以分到两张桌 那些小朋友呢 上到来就会觉得 都挺有趣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小组 有时候有个圆形 如果真的想很多人 八个人一起的 就可以混合这个大的桌圆形 那同时 老师说呢 在他学画画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要讲解一下 今天的课堂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也想有一个桌圆形 我就帮他选了这些 就是粘长的 就这样粘下去的一些画板 他只要在这里拿个笔 然后就可以教一些小朋友 怎么画了 上面这些呢 都是老师布置的 真的超可爱 这都是小朋友画的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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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桌子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它是奶油风的 虽然现在有些桌布遮掠了 但是上面呢 就是白色 下面呢 就是带油颜色 脚来的 那我也帮他配了 应该是这样才適合 哈哈 哈哈 我调回它 我帮他配了一些 跳色 一些淺色的 深色的 淺色的 让那个环境 没有那么闷 那这里就是一个 高身一点的桌子的画画区域 是art jamming 哦 art jamming 就是上来 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 是什么 哦 那如果我上来 我可以画些什么 你会拿着我 还是自我 即席归河 我都会在旁边 不即带 art jamming 是试过好东西 旁边就是有 颜料区 和一个 北区 这个也是老师自己安排的 因为那天我记得 我帮他打完大佬 铺完 铺完 铺完地盒 砌完所有东西之后 后来 老师就自己安排 没有个合法 因为 始终他自己用开这些项目 他就最顺手 知道如何安排 就算 这儿不是art jamming 也好 就是抽了一些东西 如果小朋友 真的多小朋友来的时候 有些家长来接我 老师说 都希望 这个区域 就是等家长们等候的时候 是舒舒服的 就不会 就像一个一个家长等候 那样 就站在那里 还有 小朋友的书包 他一冲过来 老师的书包放在哪里 就是放在下面的格子櫃 那里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格 食二 对 有十六个格 让小朋友放在自己的书包 还有上面 我也是希望 那些客人一进来的观感 就是 哇 很清新 上面也建议了老师 买些不同的陆植 因为这里也没有动物 所以 小朋友也不会搞这些植物 所以都是 老师喜欢什么品种 老师自己选 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的彩光也很好 没有特别 去加一些链子 我觉得 这样 感觉耶 有日光画画画也是一个挺有fighted的感觉 还有最后 这边的墙呢 就是展示了老师的画作 让我走一次ジャケ都的画画 又是城市鏡 還有蓋瑞 沒錯 這些全部都是Suzana的馬座 不知道她對今次的畫室有什麼感想嗎? 我們問問她吧 恭喜 謝謝 那時候為什麼會找我去報紙你的畫室? 因為我看了Youtube的影片 我本身是想先隔了家裡 竟然是 我好像畫室比較重要 然後我又沒有想法 因為從開始 然後就覺得 好像找個專家好一點 所以就找你 但你當初為什麼會想有一間畫室 或者你以前想要的時候 有沒有已經幻想到它是怎樣的? 其實我什麼想法 因為我以為通常畫畫的會有很多 關於畫面上的想法 顏色上我也可以想到 但是畫室會是一個什麼顏色的環境 就不會是深色的 純粹是淺色舒服就OK了 但是又不會弄 所以就不會有幫助了 那你現在最喜歡在哪一個區域 其實我看外國也很喜歡 我最喜歡在這裡 還有鞋位的邊 那邊都很漂亮 有一個家長進來 有一個特別的反應 是 第一堂 戴個小朋友上來 然後他就補充了一個 寶寶你看 很漂亮 我幫你選擇的有很多項目 那你有沒有哪一個項目 是最喜歡的呢? 鞋櫃 鞋櫃很漂亮 就是 就是 鞋櫃完全是你心目中 喜歡的那種風格 是啊 那看來你家裡 都要改造了這個風格 都希望Suzanna 這個畫室 就可以有多些小朋友來玩 也可以 這個空間 是給他們一個舒服 可以 真的可以做到 小朋友創作的環境 希望你們喜歡 今次的畫室改造 雖然不是家 但是也是我 嘔心力血的一個作品 因為我們真的是 地板 那些 非常用心去鋪 所以 Yeah Like Subscribe 和Follow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改造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